五下二冊 我爱学语文 第二十二课 古希腊的石头 第一段 希腊人说 他们最得意的三样东西就是 母号 阳光 顿号 海水和石头 句号 从德尔菲的太阳神庙 到苏楼的海神庙 到号 从埃皮达洛夫洛斯的露天剧场 到卖石离的损毁的城堡 到号 他们简直是巨大的石头世界 句号 第二段 可视 这些石头 已经老了 句号 他们残缺和发黑 到号 成片地山布在宽阔的山坡 或 起伏的幽灵相 句号 数千年前 斗号 他们曾经是堆满财富的获胜 顿号 聆听神域的圣坛 或 人间英雄们 竞技的场所 句号 句号 但 历史 总是 起身 厌旧 逗号 被 时光的 西子 西夏来的 只有 这些 破碎的 流防 顿号 残缓 败的 顿号 断碑 顿号 仍然 树立的 石柱 斗号 以及 东一个 西一个 的 柱头 或 柱楚 句号 第三段 尽管 无情的 历史 为 其他 斗号 有心的 希腊人 却 无比 珍惜 他 句号 他们 保护 这些 为止 的 方式 在我们 看来 十分 奇特 头号 他们 绝不会 去动 历史 顿去 后 的 开引号 现场 山引号 句号 一根 石柱 在一千年前 倒在那里 头号 今天 绝不去 把他 符立 起来 头号 因为 干热 他们 他们 并不是 对 这些 先人 的 创造 不理 不管 具号 常常 会 有一些 开引号 文物 医生 山引号 拿着 针管来 為一些正在開裂的石頭注射加固劑 或者定期清洗現代工業造成的宣語 吸這些石頭帶來的污漬 他們做得小心翼翼 好像這些石頭在他們手中依然是活著的頓號 需要看護的生命句號 第四段 希臘人使我們認識到 每一塊看似冰冷的古老石頭 其實並沒有死亡 他們仍然帶著昔日的氣聲 句號 他們各自不同的形態都是歷史的表情 句號 而石頭上的殘陷就是他們命運的印記與年齡的黑度 句號 認識到這些 便會感到我們已身在歷史中間 句號 第五段 真是歷史就是保護他的原貌與原狀 句號 這是希臘人給我們的啟示 句號 課後詞語 劇場 殘缺 謠靈 謠靈 喻 起身 研究 樹立 遺棄 面目 污漬 酷 可惡 珍惜 可愛 散步 起伏 破碎 無懲 毛笔 定期 命運 啟示